你好 这里是万卫钢经营日课的问答时间 下面我把近期的问题和王老师的回复帮你转述一下 对于日课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读者Kiri Du的问题是这样的 王老师是否可以说不可替代的钢需品在市场经济下是失灵的 对于这个问题王老师的回复是 一个商品是不是钢需是不是应该完全交给市场 标准应该是价格机制能否对它起好的作用 在一个理想的市场经济之中 钢需品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存在的 如果一个商品的需求很强 那么它就应该涨价 这样一来一方面会有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商品 而另一方面消费者会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品 那它的需求就一定会下降 但是我们学习经济学不能学成教条主义 供求关系曲线要成立 价格信号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条件 市场的最大好处是当一个稀缺产品的价格高 会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 会促使更多的生产者去生产这个产品 那么它就会变得不那么稀缺 这个就是经济发展 就是社会进步 但是从价格高到有更多的人投入生产 这是需要时间的 在常规情况下 我们确实应该等市场慢慢起作用 但是在某些非常时期不应该这样 比如说某一个小村庄突然发生了地震 因为道路阻断 全座人必须过几天与外界隔绝的生活 那请问村里唯一的小卖部 应该在这个时候涨价吗 对于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 那本书就认为灾区应该涨价 那个作者的理由是 只有涨价才能确保 最需要得到一个东西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小卖部里面有一种退烧药 如果不涨价 那就会有一些明明没病的人 也想先把这个药买下来 为了以防万亿 那么真有病的人 就算想出高价也买不到了 我认为那本书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首先在这个时候涨价 根本谈不上吸引更多的人 去生产某种产品 因为时间根本来不及 价格激励的最大的好处 已经不存在了 再者在这个特殊时期 价高者得并不见得是最有效的分配方式 这种分配方式是假设所有人身上有同样多的钱 而且还得同样出现在小卖部参与这个竞价 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在灾难时刻 任何生活物资都是刚需 我不认为穷人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减少需求 如果我是这个村的村长 那我会立即武装接管小卖部 对全村实行平价按需配几制 要尽最大可能让所有人活下去 等到灾难过去之后 再恢复价格机制 好 那我们要问 我的这个做法 会不会让商人和富人 从此对我寒了心 就是再也不跟我们做生意了呢 答案是不会的 灾难是极其特殊的情况 而且我们并没有没收小卖部的商品 我们只是限价而已 美国和英国也实行过战时的指令经济 根本就不耽误平时搞市场 那我们再来考虑一个问题 每天早晨上班的高峰时期 地铁非常拥挤 那请问政府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刻 对地铁票涨价呢 我认为涨价并不能提高地铁公司 对早晨客运服务的供给 修地铁这件事 并不是由地铁公司一方说了算的 因为要涉及到征地 还有各种方方面面的限制 现在地铁已经是满负荷运行了 这个价格激励不成立 好 那涨价能让那些最需要坐地铁的人 用上地铁吗 可能那些支持涨价的人 他们认为价格是 劝阻消费者的最好的方法 殊不知消费者已经被劝阻了 怎么劝阻的 就是通过排队和拥挤时间的 愿意选择在早高峰 既排队又拥挤还要出行的 已经都是最需要在这个时候 使用地铁的人了 时间就是最好 也是最公平的代价 如果排队时间进一步延长 那选择在这个时候上班的人 就会进一步减少 这个也是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 所以说早上的地铁 对于票价来说是一个刚需 事实上地铁这个东西 是非常适合交给政府 通过补贴亏损运营的 我们不能只算地铁的账 我们还得算地铁带动了整个城市 经济运行的无形作用 如果哪个公司认为 自己员工的时间更值钱 他们不应该跟普通人一起排队 那这个公司可以多发工资 来吸引那些有车的员工 而且还可以更改上班时间 好 以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对于日课 最高学习效率等于15.87% 读者好学的问题是这样的 王老师随着人的年纪增长 学习效率会降低 是因为熟悉的东西太多了 还是因为接触的陌生东西太少了呢 是把自己放在舒适区 时间太久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 王老师的回复是 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无需继续学习 一般的社会分工都是熟练工种 甚至包括很多科学家 我看他们也就对自己做的 这一点点东西的进展密切关注 他们对临近的领域都不了解 他们平时也不看书 我感觉知识最丰富的人是科普作家 这也可以说是市场分工的一个特点 分工越系 就越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就越不需要你来做那些专业以外的事 一个高中数学老师 他需要为了结婚而学习室内装修吗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下 根本没必要 一个数学老师甚至连做饭都不应该学 所以现在有个说法 说现代社会把人都变傻了 那你可能会说 那这个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领域继续深入学习呢 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领域的进步速度没有那么快 一个牙医是不是应该永远关注最新的治疗技术呢 按理说是应该的 但是事实上他就算知道最新的技术 也不太可能在自己的诊所马上用上 牙医行业不是手机行业 成熟的技术能用很长时间 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想终身学习呢 他们是那些想改变的人 这些人不愿意按照设定就这么过下去 他们想做一些别人没给他们安排的事 他们还可能强烈的想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能容忍自己不知道 这样的需求一般是主动的 而不是被逼的 好 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这里是万维刚经营日课的问答时间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读者的问题 对于日课金融危机的逻辑 读者Giggles的问题是这样的 制定政策的人就真的那么傻吗 我相信在政府工作的人 不乏高学历的聪明人呢 同时也不乏心存民众的好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万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 群体的智慧要发挥作用 有一个必须条件 就是每个参与者必须是 在独立的情况下提供不同的视角 然后还能心平气和的达成一致 而官僚集团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的专栏之前在讲 多样性红利这本书的时候说过 说如果是工具性偏好不同 大家的想法都是为了国家好 只是观点不一致 那多样性具有集思广义的好处 但如果是基础性偏好不同 各个集团有自己的利益 互相有利益冲突 那人多就办不好事 官僚体制的决策 常常比个人决策更愚蠢 至少有下面三个原因导致的 分别是部门利益 历史惯性和意识形态 举个明代的例子 当时崇祯皇帝的执政末期 局面已经非常明显了 要么大明就应该跟李自成 和皇太极讲和 要么就应该撤退到南方去 但是为什么崇祯就不能做出 理性的决策呢 因为官僚集团已经被意识形态绑架了 之前的几次风波已经造成了 谁提求和或者谁撤退 谁就是叛徒的局面 而现在美国的政治也是这样 任何一个议题在国会表决 议员们从来都不是从国家利益 出发来集思广义的 而是从党派的意识形态出发来投票的 很多议题根本看上去是很中性的 但是两党的立场也尽未分明 美国政客的党性已经取代了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官僚政府很难操作什么精密的计划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政府能搞阴谋呢 因为阴谋太麻烦 需要一步一步执行一个周密的计划 而官僚集团是没有能力执行这种计划的 政府做事也通常是按照惯例和共识来做 要改革也是走一步算一步 很难搞什么复杂的长远规划 好 以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复 对于日课宏观经济学的迷思 读者穿新衣的皇帝 他的问题是这样的 汪老师 如果有一天 人类的能源靠何聚变 干活的都是机器人 医疗可以治愈百病 人类只要当艺术家 还有当数学家就好 到那个时候 稀缺的除了真人给予的认同之外 就没有别的了 那到那一天 经济学还能有用吗 对于这个问题 汪老师的回复是 我理解市场至少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解决生产问题 通过价格机制 去激励人们积极生产那些稀缺的东西 从而让稀缺的东西变得不再稀缺 而另外一个是解决了商品的分配问题 那就是按钱分配 价高者得 而第三个就是克林强调的分工问题 因为价格机制的存在 才使得有人去做那些没意思的 辛苦的 甚至是危险的工作 社会有复杂分工 才能做复杂的事情 就算核聚变让能源不再稀缺 而人工智能让一般的生活必需品 不再稀缺了 甚至干脆接管了所有生产 但市场的后两个功能 仍然是需要的 比如说就算物质再怎么丰富 我们总得看世界杯足球赛吧 那世界杯决赛赛场上那些 靠近比赛场地的座位 理论上就只有那么多 人人都需求吧 现在给谁是好 如果不是价高者得 那怎么分才是合理的呢 如果一个人想证明 自己拿那个稀缺的东西的合理性 他就必须证明 自己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 那么他就必须去做一些 不完全是因为自己感兴趣 而是因为社会需要他才做的事情 那你看还是得需要某种社会分工才行 只要有分工和分配 就还是需要经济学 当然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接管了一切 那这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人了 那只能说万事皆空 这个时候经济学确实没用了 但是那样的社会也没啥意思 如果可以让我选的话 我宁可去一个落后的地方投胎 我们看现在所有的电子游戏 虽然是可以随便幻想 但是其中的资源装备 还有各种好东西也是稀缺的 得自己挣出来 要啥有啥 同时又不被需要的人生 简直毫无意义 好 以上就是今天问答的全部内容 期待你更多精彩的留言 今日日课 祝你每天都有收获